谢谢 画面是我最近去捉地场爱市场的情况 上一次来这里已经是几年前 当时还没有丰州市场 而寿司大大和寿司那些 还是在捉地场爱市场里面 当然当时的捉地是超旺超多人会去的 早前我去了东京 最想做的事其实是去看櫻花的 和家人 而去捉地场爱市场那里走 就被我安排了在踏凌晨机之后 一落机的第一站 我们正式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给多点鼓励我 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赞 留言 留个留言 帮我推出一些感觉 谢谢 不认年多大了都不行 现在乘凌晨机是觉得很硬 櫻花贵去日本的机票是绝对不便宜的 隔了一轮价之后 我发现我想去的这一段期间 国泰是最划算的 我想我们实在太饿 去日本我看櫻花 所以这一程机是 爆棚的 我们继续坚持坐经济仓 都看一看机厂内的环境 我们有无线 有枕头 有entertainment system 有电视 还有食物 我们来看看这一餐 宵夜的飞机餐 里面是有水果 有个蛋糕 最左手面面包的馅料是鸡蛋沙律 当然我会喜欢吃平时的饭餐多一点的 但是坐几个小时飞机总算有些是落土也是好的 日本时间大概六点半 我们就来到成田机场 在这一轮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post 说关于成田机场入境要等很久 今次到我亲身体验一下了 好 谢谢 入境是远的 相比起下午的时间 我早上去到理论上已经算是比较少旅客的 但我都真的等了一段时间 还有我眼见其实当时的旅客真的不算很多 我猜一下是因为人手不足而导致这个问题的 嗨 大家 来到东京了 最后是成功上到这班8点16分 在Terminal2开出 去Shinjuku的NEX Narita Express 今次是没有几个月前来东京 那么容易的 原本我打算是乘7点40分的那班车 现在就要乘8点16分 幸好都说到 幸好上到这一辆车了 如果上不到这辆车的话 要9点多才有 那整个plan就会乱了 就是了 我有点冲动想现在冲进去买个饮料 不好意思啊各位 搭完晨凌晨机 来到之后又要排队等入境 我承认当时我是有少少负能量的 不过这股泪气很快就消散了 大家再看一会就会明白了 终于都差不多冲了 无论上一次来东京是什么时候都好 每次一出到新宿站 都会有一种 我现在是新宿在东京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国民 这次旅程的第一站我们去捉地 很多年没去过了 我一定要记住一件行李 才可以继续拍到这个vlog 这次一样是住在新宿的 但由于时间太早 还未可以去酒店check in 所以第一站我们就由成田机场 来到新宿站附近的这些coinlocker 把行李寄存在这里 放一些东西进去 我当时非常感激这些coinlocker的存在 如果不是他们 基本上我拿着行李 这个早上我在哪里都去不到 都挺方便 看到第一棵櫻花树 好漂亮 看到櫻花树这么漂亮 刚才坐飞机 入境 赶车的旅气 已经是消散了 现在开始出发去捉地了 应该是要搭刀刑大江户线的 由于我是跟着google map走的 今次google map点的位置 就和站的实际位置 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我当时真的走来走去 都找不到入口在哪里 所以最终是走了去 伸宿西口 终于到了 由处理好个行李开始计 我走了足足30分钟 才来到闸口这里 昨天凌晨点半搭飞机了 今早6点半这里的时间 来到东京 现在去到11点11分 终于来到足地市场 那个站 2023年春季的足地场 爱市场 本来我还以为有了风州市场 足地会不会少了人来 但是不是 今天是超级旺的 基本上是每一间店铺 是卖食物的 都是100%是有一条龙在外面排在 我现在排在这一间海鲜当 已经是最少人了 我刚刚写名的时候 就大概要等六七张桌 一旦来到足地 最想做的东西 当然是多吃点好东西 不过当时真的 到处都很多人排队 想争取时间 试多些不同的东西 又不想踩地雷 最好就事先上网做好资料搜集 尽量看看当地人会怎样选 在排队吃饭就好像投资一样 如果有个当地高人大路就好了 去日本吃饭做资料搜集 我们会用Tabellok 讲到投资 我会用汇丰EasyInvest App 投资前是要做很多research的 要留意着有什么财经大事发生 不过好像我今时是忙着剪片 有哪有那么多时间留意着市场 汇丰EasyInvest App最好的地方是 它有个汇丰交易追踪 它自动研算出最近6个月 投资辅运Top5%的投资达人 可以追踪到它们的最新增持 还有沽着什么货 平均的买入和买出价格是多少 所有资讯都一目了然 不单止这样 App 还会将点点投资达人 最渣沽的热门股票 弄了个十大排行榜 让你对比前一个交易日的排行变化 方面投资的时候用来参考 最长还可以追溯至6个月前的排名变化 要做中线部署都没有怕 如果你都像我般平时常要忙着做事 就更加適合用汇丰EasyInvest App 不用一直Lock On 都可以看完所有股票的实时报价 原本股票排名榜就会每半个钟update一次 方便一边做事 一边紧贴着市场的最新走势 事实上股票市场起跌对汇报是有很大影响的 所以都要standby定 去因应市场的转变 去调整我们的投资组合 不过现在就算多忙都好 都有这个App 帮我每天update股市 每逢有加息等的财经大使 这个App 都会有懒人包 一click 就可以看到持股的相关新闻和大市新闻 现在加上Smart Alert 功能 只要将深水股票加入去watch list 这个App 就会自动通知你 相关股票的最新消息 就连买股票的股价有波动都会有提示 对我这些固着吃好东西 又没时间盯着市场的人 你都想保持着轻松投资 快点下转汇报EasyInvest App 投资十脚风险 优惠需受条款及细构约束 我们回到足地市场 这是Mike OK 谢谢 谢谢 终于都没得吃了 终于都 哎呀 这个多个儿子吗 谢谢 实在太感动了 等了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吃 这间店叫做北海番屋 先看看菜单 北海番屋这里主要是吃当饭的 价钱由1760Yen至最贵的海担当就是6050Yen 我认为我是吃三味当或是这个五色当饭的 还有一个面试汤 谢谢 还有叫了一份拖萝 价钱是1300Yen 我上次来日本是一次这些东西都没吃过的 那层蟹肉都挺厚的 所以要去到下面才能吃到饭 刚才那一口基本上是 全部都是材料来的 是没有吃到白饭 那些蟹肉的感觉是新鲜拆出来的 就不是半头的那种感觉 OK的 这个我的感觉看起来 是介盘于中拖萝和大拖萝之间 它四个的价钱是1300多Yen 所以大概80港元左右 我猜是 坦白说这个饭我觉得OK的 吞拿鱼也是OK的 但是它就没有 令到你有高潮的那种味道 刚才我是非常真实地说了我当时对这个海鲜当的感受 是没有令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不过完成了整个旅程之后 再看回来 这个海鲜当的用料其实是不错的 起码海淡虽然没有到很鲜甜 但是它是完全没有那股防腐剂明饭的味道 当时在我身边大部分食客都是日本当地人 所以有问题的可能是我 可能是东京用2-300元去吃一个海鲜当 店家是用不到那些食材都没定 说多一次这个海鲜当其实真的OK的 就是纯粹是我想的那样东西不同 最后买单是5700Yen 大概340元港次 我是第一次一个人去捉地 其实我觉得是吃虧的 因为吃完个鱼衫饭或者吃个寿司餐之后 你已经饱了一大半了 大件事的就是这里有大量的街头小食 好像荡荡都很好吃的嘛 这个烧海鲜好像很坚强的 不同人排不同的食堂 就可以用时间用得更好 每一样东西看起来都好像很好吃 我发现很多人排队的那些 首先都是场外市场的里面 在边皮那几间 就是少人很多的 有些楼上部甚至是没有人排队的 那我刚刚吃饱饱了 那么难得来到足地呢 我们又到处走走走 搭完凌晨 既早上再拍个鱼生饭 阿叔我真是顶不住 要先散步回一回气 幸好现在的足地市场 跟几年前一样 都是有很多这些沙波鱼餐 很多食材可以逛可以买的 同时当时我是觉得非常奇怪的 因为当时的足地市场 是異常地多人的 我刚刚跟朋友说 足地很多人吃 他们跟我说 好像原来今天 是日本的一个公众戒期 所以今天这里突然多了人 其实就不是因为只是游客 其实我眼见和我听到 这里大多数都是日本人来的 在一个角落头 我看到大家在吃一个 很吸引的雪糕 我可以研究一下他们在哪里买的 找到一间雪糕店了 看来是要排15分钟左右 我猜 这间叫做足地 我初初以为在这里排队的所有人 都是买他的士多啤梨雪糕 但后来我发现不是 在这间店铺最主打的商品 原来是他的士多啤梨大福 我很想试的 但实在太饱了 士多啤梨雪糕的价钱是600日元 当时大概是37元港元左右 谢谢 他们利用的士多啤梨 有时我们在香港也找到这个牌子 长期原产的食物 谢谢 这个都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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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多啤梨雪糕是不是很漂亮 你在街上看到有人拿着它 你是没办法不让它吸引着 排队买一个来吃的 这个士多啤梨雪糕实在太吸引了 没办法不买来吃 都挺好吃的 不甜的 很重牛奶味 我觉得这个雪糕是值得排15分钟的 在这个时候 如果可以坐下喝一杯手冲咖啡 就完美了 原本我是计划了想去这间米片咖啡 但由于那天是公众假期 所以它是没开的 我估计当日要坐在竹地里的咖啡 喝咖啡 基本上是没可能的 所以在主战区那里 就是最多人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外卖 我都可以的 就是这堆拖罗的旁边 终于被我遇到它了 我来到这里吧 谢谢 在排队这间咖啡的时候 同时可以看看旁边的刺身 这些拖罗看下去就好像好得很好吃 咖啡的左边冲箱是鱼山 右边是明太子 Magic Cafe这里主要是玩寿冲的 前面那个menu 它写得非常清楚很好 不同国家的豆 它有不同的国旗标示 而且那个控陪的深刺程度 也都很容易明白 所以在这里是很容易可以 选到你想要的东西 这杯咖啡是可以的 不错的 东印度咖喱商会 我想我都需要坐一坐 我在竹地市场玩到大概1点半钟左右 在这里的人潮 在这个时间都差不多散了 这里好像是来多少次都不够猴 这次我只记得走场外市场里面 但完全忘记了外面这里 都是有东西吃有东西看的 里面这么开心的 今天逛竹地这里就差不多了 和竹地说再见 你看我说了差不多三四个字 因为你每走几步 你又会发现有些得意 想停下看一看 好可惜时间真的不够 就啦 下次再慢慢看 下一站现在去银座 因为在银座有一间freetext store 一个我很喜欢的袋牌子 其实上次去泰国 那里都有很多freetext store 其实我看中了一个白色的袋 但就有少少贵的 当时我就不舍得给钱买 银座一天我想通了 我想买的时候 再回到那间freetext store 那个袋就已经被人买走了 看看今次在银座 会不会找到纯白色的那款 如果有的话 加持差不多的话 我就会买的 好 终于都到了 这个店面是比曼谷那间小很多的 希望这里是东京所以有更多漂亮的款式 嗯 这么多颜色的 最后都是买不到那个袋的 算败了 回去了 在车厢里我突然听到 一位日本太大大鞋 Sakura 这一刻的任务是要在 Corn Locker拿回货币 接着就去酒店去check in 我这个大鞋应该是7-8日放一天 我猜很疲惧 出发到酒店了 这次其实我和姐姐和姐夫一起住 二十多年 我和姐姐一起住过同一间房 所以都有一点点压力 出发 很开心回来新宿 现在Aircraft好像装修好了 上次来地下那一层是不得无的 但现在放了很多衣服在这里买 现在这条街很静了 我的尴尬时刻又到了 Sorry 其实我也不想 这次住在新宿御苑附近的 Cocoshuku 新宿花园 平时大概走15分钟 但我这次拿着行李 就要差不多20分钟了 这一股人潮全部都是新宿御苑 在人潮之中我看到一件 非常非常有趣的东西 就是一只很大的猫 它在做IG直播 其实我超想走过去拍摄它 但我又不好意思了 我只是敢用我自己的肉眼 看它半秒 接着就走了 补充一点资料 因为现在是櫻花季节 所以这么多人 不会去新宿御苑上櫻 除了在新宿御苑之外 其实在街上 久不久都会看到櫻花树 今晚我和家人就是住这里了 Cocoshuku 是新宿巴园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 就是快点上去放下行李 然后从获自由 我的机器全部都是自动的 但我决定放下来他们才一起上去 超级颈渴 在飞机上我觉得是有点脱水的 没空 太多了 儿子 预订代号 你传给我的 是 对 大约 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一家三口 挖在同一间房间的房间 这个时候要给我的姐姐一个叮叮 因为这个房间是她几个月前设定的 有四张床在这里 不小的,是伸宿 我说我的价钱给大家看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震惊的 是800多港元一晚 至于为什么会用一个这么可爱的音乐呢 就是因为当时我姐姐不停在乘赞自己 有多么精明眼 这一刻我们在说厕所和浴室分开 因为我们三个成人在这里 分享一个厕所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这里是梳洗的地方和洗澡房 是分开两个地方的 当然这里也有些不完美的地方 不过以这个价钱来说 四张床这么大间房 还有一个厨房给你煮食 还有一个中尺寸的冰箱 其实是完全没有投诉的了 在酒店就好了 我姐姐和姐夫就在酒店休息 约了六点钟去吃六多 今天应该就是吃到了 现在时间是四点 我还有大概两个小时时间 可以和朋友追一下狗 其实我对脚已经是超累的 但如果我今天不去撕它们 它们明天飞了 那就没机会在日本见了 所以燃烧了最后一点的青春 我吃脚很累 我的左脚的膝头是很痛的 直戴 我如果去了Friend的房间 它住在TOKYO STAY 东急 那就可以去他的房间 竟然是有洗衣机的 驾驶 这个是汤山板? 是的 我的天 那怎么做呢? 就这样夾完就可以了 我试了一点 就这样放在褲子 你放在手上 不可以 不可以 但它要烫半个钟 干杯 是否在镜子里面 嗯 刚才从新宿御苑那边 走了去高武企典附近 吃了个甜品 走到Alpine 现在就过来西新宿这边 先去吃六哥先 早期我在网上已经订了位 所以这次是不会网门钉的 之前的影片在没有订位的情况 刚刚去了两次六哥先 都是被网门钉之后 很多网友都留意跟我说 不要去吃 即是说它很游客飘 不过 对了 给一次机会去试一试 是不是真的这么正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今次终于来到六哥先来吃 我们叫了最便宜的一餐 叫做雪茲宴 如果在下午吃这个雪茲宴 夜晚黑圆包夜饮的价钱 是在午餐上的 我们先看看菜单 我想我只是吃牛肉 还有他们说有个虾是很好吃的 的确这里是很同声同气的 旁边那台也是香港人来的 我不停听到是很好吃的 很棒的 这里的点菜是用这个盘子的 谢谢 哇 这里的店员是说到英文的 在这里吃东西除了烤肉之外 另外可以选Suki Aki 受气烧或者Shabu Shabu 由于我怕会很流 所以就选了Shabu Shabu 我们先做Shabu Shabu 没有再煮 不合格的话 你真的可以吃 不合格 你们的食量一定要吃这些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小伙子拍完 就回去剪吧 剪掉你的声音了 拜拜 对啊 我们先喝一下 好吃 我们十几年没有出 不是 几十年没有去过旅行 是啊 有20年 我估计 他在日本见了 如果今次妈妈 你肚子就好了 你肚子就好了 我姐夫今次跟我说 他有点吃饭了 嚇死我 因为这么辛苦 设计到这里 如果他吃不到的话 你知道我很小吃 两晚就饱了 就蜀出了 我敢设计到这里 都是因为他们够大吃 老鼻亭 我觉得这里是有种 香港的亲切感 对啊 因为周围都是听到 香港人说话 都是另一种好的 开心感觉 谢谢 不过如果要肯定挖它 我觉得它的麻醬 是差一点 不是很麻醬的香味 牛腻 这个是牛舌 牛腻 牛腻很好吃 牛腻 牛腻比想象中好吃很多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部位 亂来 肉眼 很香油 都好吃 如果600多元港丝 可以任吃这些 其实真的可以 不怪得这么多人吃 这个部位 不知道是什么 好像只有脂肪 这个更漂亮 对啊 一定要饮饭才行 我初初以为会有 看这个样子 香香的 这两个是一个牛胃 一个牛腸 应该是 对啊 好像很干净 很难吃 好了 我吃这个朋友 极力推介的虾 哇 真的 我叫了 爽爽声 刚才那个大虾 是可以任吃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发现桌面多了半茄龙虾 在吃这茄龙虾之前 我以为它也是任吃的 但是后来发现 菜单是没有的 所以这一块龙虾到底是哪个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好吃到说不了话 是呀 没话说的 你幻想一下 在香港你给这个8元吃又不吃 你怎么会吃到 吃完这一块我够了 是一个类似牛肋骨 边的地方 它是切了很多下 我估计这个位置本身是硬的 就靠这个刀工 令到它变成 軟 也是很好吃的 饮品放大是要另外收钱的 但是吃烤肉是没办法不饮动东西的 是不是要说一下心得 我觉得这里是比我想象中好吃的 综合大家给我的留言 我以为这里是超游客 有些食物可能是很游流炭 但谁知是没有的 我觉得服务是OK的 面对这么多游客是没有黑面的 而且是经常换这个网 换了五次 应该是换了五次的 而且不会有像香港食放题那种 你叫十只鸡翼只要来一只 这些楼蛋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我也明白为什么 那时候我一个人来 他不做我的生意 这个是没办法一个人吃的 因为他头一盘拿给你那盘东西 如果你一个人的话 已经是吃不完 还有一件有趣的 头一转他拿过来 这个牛肉是最好的 解散了 去到第二、三次 开始是有点硬的 但是这个价钱来说 我觉得也是非常OK的 这一餐的FIN ALE 是一杯热茶和糯米汁 任直在家任喝每人 最后买单 备的汇率大概640元港元左右 在山西方保企丁 这个空地 我上次来还是很乱的 很多垃圾 有些人在那里 但他们现在把这里整治了 这里变成一个很斯文 有桌子 有美籍车的地方 现在年轻人没有这里 你会看到他们在外面 本身我很喜欢看深夜食堂 上次《东京之旅》 来到黄金街之后 现在这个位置 已经成为了我 在新宿其中一个 最喜欢的地方 挺好想出来 我看我的Vlog的朋友 都会知道 到了这个时候 我应该收拾了 但因为我和新宿 和我姐姐来了 他们很差 他们应该要做 这里叫大众饺子酒场 没有啊 纯粹进来试一下 第一道菜 他们叫了皮蛋豆腐 不要问我为什么叫这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结论就是 平时我们在香港吃到的 当然是好吃一点 还有来到大众饺子酒场 当然是要叫煎饺 哇 大爆发 对面 真的有汁在里面 你也有汁吗 你也有汁吗 有汁 辣油油油 哈哈 姜味猪肉 这个是羊鸡肉 我已经很饱了 但难得有人陪你瘫 不要想太多了 吃吧 来到这里吃很早的 9点整 和家人吃完东西之后 再去训练我的朋友 结果又是去吃的 真的很大吃 神经病 我只是敢喝面试糖 吃不到 有没有消除隔膜 希望大家可以给多一点点鼓励我 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like 影片和留个言帮忙 推出一些感觉 还有follow我的IG 我们下次再见